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加里頓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一把雅蓮的這個 弱雪白狼造型喔 走凱撒路的實戰解說 開局呢 發現對方的這個輔助船長喔 陸紅啦 我們兵線都不清啦 直接過來幫忙啦 幫助我們這個打野守紅 對方的輔助呢 看到我們人靠了過來喔 也是直接交瞬移 成功的讓他跑走了 雖然沒殺到他呢 不過呢 幫隊友守到紅就好了 接著我們回來繼續清我們的兵線 出裝奧義以及魔紋的部分呢 我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這把對線是這個莫托斯喔 雅蓮這個角色在單挑能力上 這個戰裝輸出是非常強的喔 如果對方是跟你站著對抗類型的戰士角色 雅蓮基本上都算能打 像對方的這個莫托斯啊 我們基本上應該是很好打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幾把玩下來啊 沒把遇到對方莫托斯呢 開局站著隊 所以通常呢 換血都是拿不到太大優勢 這邊看到我們打野悟空來了喔 上前想留他 對方的這個莫托斯應該也是有看到我們打野 所以果斷後退了 接著我們就跟著我們打野 一起洗出過兵線 洗完出過兵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是要跑線支援隊友還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呢 已經是魔龍要出生的時間了 我們就往上靠 順便把這和蟹殺了 這邊我們打野是選擇吃凱撒喔 不去魔龍路幫忙 所以我們就來配合他吃凱撒 看到對方星葵進場 直接大絕上他身體之後呢 接著砍 就來 成功將他擊殺 但是呢 我們的悟空呢 也沒有血了 所以就沒辦法吃凱撒了 接著我們把這個餐給吃了 吃完之後呢 兵線還沒到耶 沒我們的事情喔 我們就在這個草叢旁邊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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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莫托斯出來想清兵喔 我們果斷跟他換血一套 我們果斷跟他換血一套 各位可以看到喔 基本上都是我在掉血阿 他不怎麼掉血的阿 我只能開大絕 勉強打一點傷害回來了 讓我們這波換血不要太虧 雅蓮在前期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打不太於莫托斯阿 傷害都比莫托斯低阿 我們這邊就先回補一波 看到隊友在河道跟對方奉撞起來 我們趕快清完兵線過去支援 看到對方追得很深喔 我們果斷大絕 大絕下一周普攻 打出四層之後呢 1技能開砍 砍完之後我們技能沒招了 2技能後撤加瞬移喔 接著等一下我們下一個1技能又要好了 我們接著回去繼續砍 再砍一套出來 OK 然後我們再拉一下喔 再注意看我們下面技能了 又快好了喔 我們就再上去砍 砍出四層之後呢 再接一個1 成功的拉打喔 接著後續隊友趕到 成功把對方的人都帶走 這一波各位就可以看到 雅連這個戰裝能力喔 跟續航力其實是非常強的喔 在我殘血的情況下 對方一直追我 想把我殺死喔 但是我連續用了三個1技能喔 成功呢把血回了起來 又把對方砍到一個殘血狀態了 雅連這個角色手非常的短喔 追擊能力呢 不是很強喔 就只能靠大絕跟二技能 當這兩招都沒有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追人的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是對方貼你呢 那就是另外一個情況了 你只要一直站著普攻就好了 基本上不會有追不到人的情況 所以各位打雅連的時候呢 也要非常小心喔 盡量不要跟他站著打到底 非常容易被他反殺喔 雅連這角色算是前期就有一定的對抗能力喔 但是他其實是非常吃裝備的 玩雅連呢 至少要出到兩件大裝龍 一件聖劍跟一個攻擊裝龍 你才會發現他的傷害是明顯有成長的 不能前面其實看起來都蠻像在抓癢 這邊有一個令月喔 看看會卡他位置 他後車的話我們就不要跟他打了 可以看到下落兵線又要進塔了 我們趕快去清 這邊對方是有兩個人的喔 所以我們還是小心為妙 以清兵為主就好了 千萬不要太膨脹 結果對方還是硬上我啊 我果斷一進的開砍 接個大絕 撐到的隊友來喔 我瞬移往後拉掉 交個隊友去做一個收頭 我們中路也是成功收掉對方輔助 補血出來之後呢 看到對方的這個射手壓得很深喔 我們直接大絕 接著他還是放棄治療了喔 原地發呆 仰望一下星空喔 直接被我們送回溫泉 這一波對方射手死了喔 所以我們看看能不能推對方的上路塔 小地圖可以看到喔 他們三個人頭都已經被我們點出來了 唯一沒出現的就是星葵 所以我們這波推塔呢 要小心的就是星葵 星葵可能會來守我們 這邊星葵來了喔 我們先A塔喔 用完塔之後看能不能砍出一技能 結果非常可惜啦 是被他一個普攻 帶走 復活出來之後看到對方在塔殺我們的中路喔 果斷來支援 結果大絕開到我們的中路莉莉安拉 沒有開到對方的星葵身上 讓星葵跑走 接著殘血囉 我看到下路塔要掉了 想來守一下喔 結果直接被乞丐大劍一個P阿 加斬殺直接帶走 這波就是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阿 殘血還想守塔阿 結果塔沒守到 自己命也賠啦 希望各位呢 以此為戒好不好 好 復活出來之後 看到對方在吃凱撒喔 來試試看可不可以搶 這邊二技能過強 又有看到對方的輔助 是想要跳上去的感覺 結果他竟然給我沾下面發呆阿 害我只能閃現回去 也是配合隊友收到對方兩個成員 結果後續對方還想要進場喔 也被我們趕來的隊友呢 做一波擊殺 接著我們在這草叢盾一下 看看對方射手還會不會往前走 等了一下發現他沒有再出來 我們就趕快來把這個凱撒清了 原來船長開車喔 想跟我單挑 我直接大學之後呢 接一個一技能 非常可惜阿 之後後續是被他的這個一技能給震到了 讓他跑走 接著換摩托斯來跟我車輪戰喔 接著砍 配合對方的輔助喔 成功帶走摩托斯 這邊再一個一技能喔 希望能吸起來了 結果很可惜阿 是沒有吸起來了 這一波就可以看到 雅連打這種戰士呢 是非常好打的 因為你可以吸血嘛 而且他沒有位移 沒辦法躲到你後面 雅連這個角色也是非常需要經濟的 接著吃完紅我們看到 一個輔助在單帶線阿 我整個脾氣就上來啦 直接大絕阿 落下來之後呢 四段開砍 一技能跟不上之後 接一個瞬移將他帶走 可惜後續呢 他們是一個皇家級禮遇阿 三個人來回報我了 我就直接送頭 不過出來之後 我們繼續來帶我們凱撒路的兵線 往隊友這邊靠喔 看看能不能打出什麼 這邊有沒有猴子蹲到對方的法師喔 我們也接著跟上去 大絕對方的射手 成功帶走對方射手 後面呢 隊友也是打贏了一波漂亮的團戰喔 對方剩一個莫托斯 他想守塔喔 我們直接開砍 這一波下路有兵線阿 加上對方死了四個人 應該是能配合隊友直接把對方一波拆掉 我們就直接來拆塔 莫托斯想守就直接上前開砍 以目前莫托斯的傷害呢 是不足以帶走我們的 所以我們直接砍就好 不用怕 接著呢 也是配合隊友成功拆掉主堡 結束這場比賽 我個人覺得 雅蓮這個洛雪白羊造型呢 蠻帥的阿 這種古風造型阿 都蠻帥的 像莫拉靈簧劍什麼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